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之久 算得上是历史上在位时间很长的皇帝 在他的一生当中除了建立很多丰功伟绩之外 还有一个被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他的后宫加厉了 大京统治中国十分的长 而乾隆是第六个皇帝 名叫爱心觉罗红利 年号是希望长胜不衰的意思 他的一生相对顺风顺水 二十五岁坐上龙椅 统治了大清六零年 又坐了几年太上皇 国家大权也是掌握在他手里 乾隆不仅是古代皇帝获得最久的 还有拥有权力最久的 据统计 乾隆一生一共娶了四十个妃子 他的老婆数量虽然说不是最多的 毕竟还有很多皇帝三公六院加起来 号称加厉三千 但是乾隆皇帝在选妃时并不看重外表 而是首先要过一项硬性指标 大家好 这里是福生新说 如果你对视频内容感兴趣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大家都知道 我们国家在封建社会时期实行君主制 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同时 国家的许多法律法规都是由他们颁布的 他们认为自己是天子 是权力的象征 而且在古代女子的地位是很低的 他们不能像现在的女子一样去学校读书 但是他们需从小学习三从四德 三纲五常 还要学习琴棋书画 在古代 他们提倡女子无才便是德 所以古代的女子的文化水平都不高 而且古代实行一夫多妻子 就是一个男人可以娶许多媳妇 在那时的社会上 有一定财富的人都是这样做的 但无论如何 他们的媳妇的数量也比不过皇帝的后宫 那里可是有三千加厉的地方 女子能入宫为妃应该具备怎样的身份 其实在古代能入宫为妃的人的身份 大都是不简单的 他们一般都是朝廷的重臣的女儿 皇帝之所以让这些大臣的女儿入宫 其实是为了拉拢这些大臣 能让他们尽心尽力地为自己服务 而且自己的女儿能在皇室做妃子 这也是一件光耀门楣的事 在这里我还想说一下 其实在古代 皇帝是绝对不会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那样 独宠一个人 他们为了自己的江山稳定 一定都会做到羽露均沾的 在清朝时一位皇帝在纳飞时对妃子的要求 他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人 别人选妃子大都选美人 但是他却不注重容貌 这无疑给那些长得不漂亮的人带来了春天 但是他选妃的另外的规定 却有好多人都过不了 看到这里 肯定好多人都会对这产生疑惑 这位皇帝就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他在位的时间可以说是很长的 他也有好多的妃子 那些妃子都是通过选秀入宫的 当时皇帝规定必须是八旗女子才能入宫选秀 而且是满盟女子 要知道那时汉人的地位是很低的 他们甚至不能参加进宫选秀 这一切的做法都是为了保持皇室血统的纯正 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成为妃子的人的品德必须足够好 只有这样才能成为皇帝的贤内助和好帮手 同时乾隆皇帝的女人也并不只有后宫的那些妃子 大家应该都知道 皇帝为了体察民情 总会隔一段时间微服私访一下 这也就暗示着皇帝在民间也是会有各种奇遇的 看过还珠格格的人都知道 乾隆在民间有一个非常喜欢的女人叫夏于和 但是夏于和毕竟是民间的女子 不是皇帝选妃子的标准 所以夏于和不能够入宫成为妃子 但是这毕竟只是影视作品 在现实世界中 包括乾隆皇帝在内的清朝皇帝们 想要得到自己喜欢的貌美女子 还有一种方法 那就是把他们选到外宫去 典型的外宫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圆明园 很少有人知道 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给皇帝安置喜欢的貌美女子 我们都知道乾隆是一个非常喜欢出友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多次到江南游玩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现不少美女子 如果遇到皇帝十分看得上的 就会被请到圆明园中 因为圆明园在皇城之外 城内的王公大臣们 想要劝戒皇帝的这个行为 那就有点鞭长莫及了 所以圆明园修的富丽堂皇 主要是为了能够让乾隆皇帝住得舒服 让他喜欢的美女子住得开心 每当到酷暑难当的时候 整个北京城像是一个巨大的蒸笼 平民百姓渴望通过一场大雨来解救 这种闷热的感受 但是我们的乾隆爷此时可能早就处理了皇宫内院 以驾到圆明园去和喜欢的女人避暑去了 这些女子在身份上不能分为妃子 因为出身不是贵族 所以无法得到高贵的名分 而乾隆皇帝只好通过让他们住在这豪华的园林内 弥补他们只能享受荣华 但是不得富贵的遗憾 乾隆皇帝执政之后 对之前的规定做了修改 不仅是满洲贵族 平民百姓的女儿也可以参与选秀 要说这个规定既有益处 也有必处 他给了那些平凡人家的女儿进入皇宫的机会 但是他最大的弊端就是 在参加选秀之前 女子是不可以结婚的 有多少情投意合的小情侣都被这条规定给阻隔了 还有不少人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终身的幸福 除了这些 身份地位当然还是起到很大决定作用的 地位高 血统纯的 当然有更高的机会被选中 乾隆虽然风流 但是他选妃还是有一项硬性规定的 那就是想要成为他的妃子 一定要拥有特别好的家世 这样才能对他的江山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 并不是只看容貌和身材的 他的第一任皇后复查容音 因为家族特别的庞大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他才将复查容音作为了自己的妻子 有时候皇帝选妃 并不只是会选择那些相貌特别突出的女子 这样容易误国 一个如花似玉的美女在自己的身边 那一定做正事的时候特别容易分神了 所以乾隆皇帝是一个特别名势力的人 他选妃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家世显赫 这也已经成为他选妃的一项硬性规定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